今天要教大家如何使用 Photoshop 快速的调整出想要的肤色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的教学吧 哈喽 欢迎来到休息的时间 是我是 Jimmy 平常我们在调整肤色的时候 通常是把肤色调整成比较白皙的状态 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想要把我们的肤色调整成小麦色 或者是可能比较健康有黑的颜色 今天就是要教大家如何使用 Photoshop 快速的调整出自己喜欢的肤色 那我们就进入到 Photoshop 当中看一下要如何调整吧 好 首先看到我们今天的范例图片 这张范例图片的女生的肤色呢比较白皙一点点 我们想要把它调整成这一张范例图片比较健康小麦的肤色 好 首先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采样这张照片的肤色 那我们可以选择滴管工具 滴管工具这边呢上方的样板尺寸 我们可以选择5x5或者是11x11的平均像素 那我们这边呢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我们不要采样这种高光的区域或者是阴影的区块 我们可以采样高光跟阴影区块中间的颜色 像是我们可以采样这一个区块的颜色 我们点击一下 采样完成之后呢我们回到我们的范例图片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调整肤色的照片上面 我们选择到笔刷工具 然后呢我们新建一个空白的涂层 这个空白涂层我们把它的名称稍微修改一下 把它改成目标肤色 好然后我们使用笔刷工具涂抹上我们刚刚采样出来的颜色 我们希望把我们目前皮肤的颜色调整成我们的目标肤色 好那我们再来建立一个新的空白涂层 这个空白涂层的名称我们也稍微修改一下 这个名称我们把它改成当前肤色 然后我们把这个当前肤色涂层移动到我们目标肤色涂层的下方 然后呢我们一样使用滴管工具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使用笔刷工具 按住alt或是option键就可以采样肤色了 我们不要采样高光的区块也不要采样阴影的区块 我们采样一个中间的区块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这个颜色呢就是我们当前的肤色 然后我们在当前肤色涂层使用笔刷工具 把这个颜色涂抹出来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当前肤色 好那我们希望的就是把当前肤色变成目标肤色嘛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点击下方的调整图层选择曲线 然后呢这个曲线调整图层记得要在目标肤色的下方 因为我不需要影响到我们的目标肤色 好那我们可以点击中间灰色滴管 这个灰色滴管滴到的地方呢就会变成灰色的 那如果你忘记什么是曲线调整图层 或者是想要更进一步了解曲线调整图层的话 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连结回去复习一下哦 那我们再回到Photoshop当中 我们选择到我们的灰色的滴管上面 这时候呢我们的灰色滴管点到的地方会变成灰色的 但是我不需要点到的地方变成灰色的 我希望我点到的地方变成我们的目标肤色 这时候我们可以改变我们中间调的颜色 让它变成我们的目标肤色 那我们要如何处理呢 我们可以先把我们的选取的区块 目前是选择在遮色片上面 我们把它改为点选在我们的曲线缩图上面 这时候我们双击这个灰色滴管两下 就可以把这个检色器打开来 目前的中间调颜色呢是中性灰 我们要把这个中性灰颜色呢 改为目标肤色 我们把这个滴管点击到我们的目标肤色上面 这里呢就会变成我们的目标肤色 我们点击确认 这时候它会跳出一个提示 问你说要不要把它储存为预设值 我们点击for 因为我们之后可能就不需要这个目标肤色了 好 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使用灰色这个滴管 点击到我们的当前肤色上面 当然你可以点击在我们的皮肤不同区块 看它呈现出来的效果会如何 那我们这边只是做一个示范 所以我们把它点击在我们刚刚创建出来的 当前肤色这个颜色上面 好点击下去之后 你可能会发现当前肤色 并没有变成我们的目标肤色 这时候我们还需要调整一个参数 就是它的亮度 我们把它的亮度呢稍微降低一点点 你就会发现当前肤色 就会靠近我们的目标肤色了 像是这个样子 那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是 就算是同一个人 在不同的环境下面拍摄 它的肤色呢也不会一样 可能是因为灯光亮度的关系 或者是灯光的色温的关系 所影响的 所以你当然可以把它当前肤色 变成目标肤色 但这不一定是最好看的状态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依照每一张照片的不同 来做调整 像是我觉得可以把它的肤色 稍微提亮一点点会比较好一些 然后如果想要让它更自然一些 我们可以把它的不透明度也降低一点点 大概五十六十左右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这是我们处理之前的样子 这个是我们处理之后的样子 是不是它的肤色呢 变得没有这么白皙更自然了一些呢 好那现在你可能会发现 我们的曲线调整图层是影响整个画面 如果你只想要让它影响肤色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曲线调整图层的 遮色片先给它删掉 然后我们也把目标肤色 跟当前肤色的小眼睛 也给它关闭起来 我们到上方的选取当中 选择颜色范围 选取这里我们选择样本颜色 然后我们点击滴管 选择到我们的皮肤上面 然后再选择加号的滴管 点击到我们想要选取的地方上面 白色呢是选取到的地方 黑色是没有选取到的地方 那像是它脸颊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给它选取起来 皮肤的地方都给它选取一下 像是这个样子 选取好之后我们点击确定 这样子呢 Foloshart就会自动的帮我们 把皮肤的地方给选取出来了 好那我们就点击建立遮色片 这样子就只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的地方啰 我们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这是我们处理之前的样子 这是我们处理之后的样子 只影响到我们皮肤的地方 好以上就是使用Foloshart 快速调整皮肤颜色的教学 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按一个喜欢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之后的教学哦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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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